好,我们来讨论一下10.4的这个练习啊,发发电机的啊,我普遍上大家都都蛮高分了啊,那我们来看一下,哎,线圈转动一周,电流改变方向多少次啊,改变两次很好,全部对完,我国民用的交流电的频率是多少,50hz,哎,50hz很好, 好,然后呢,发电机的类型怎样分呢,如果我转动的部分,转动的部分叫什么,转动的部分当然叫转子啦,没有理由叫定子,所以是选B的,固定的部分呢,就是定子,所以要选A,OK,大概是这样子啦,应该就是ABAB这样子来选, 有两个圆环的,应该是交流发电机啊,为什么会选到B呢,当然是A,然后呢,有两个半环的转向器,还要告诉你它是转向器呢,啊,它就是直流电的,然后呢,磁场来自于永久磁铁的,它就是永磁发电机嘛,啊,永久磁铁,永磁的啊,这个应该大家都看得出来, 磁场呢,来自于通电的线圈,就是粒磁发电机啊,所以这比全部人对,定子是磁级的,你要,所以这个,这一题好像很多人错哦,一般一般哦,定子是磁级,定子是什么,转动吗,不是啊,啊,定子是没有转动吗, 这样既然是定,磁级是在定子,这样线圈就在转紧了,所以这个是转动线圈的发电机,如果是定子是线圈的话,那就是转动磁级的发电机,所以这一边是是,这一题是有点,呃,你讲说坑人是有点的,啊,就是让你,呃,就是用线圈来误导大家就去圈,转动线圈, 但是你要知道说,定子是线圈,像钻子是磁级,所以它应该是转动磁级的,OK,所以这一边呢,是有一些逻辑上的一个,啊,老经线圈,alright